这鸭腿真好吃 七月半鸭 八月半育 明日就是除暑了 小谷子 这个时节的鸭肉 正是最肥美的时候呢 爷爷 啥是除暑啊 这除暑啊 是咱们二十四节气里的 第十四个节气 有句老话说得好 除暑 除暑 意思就是这暑期要离开 天要凉快乐 爷爷 你骗人 天明明还这么热呢 小虎子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还有句老话说 除暑 天还暑 好似秋老虎 这秋老虎啊 每逢除暑的时候 就会下山 为大地带来暑气 炎热的天气也因此 才迟迟不结束 秋老虎 等秋老虎回去之后 这秋高气爽的天气 可就真的来了 可是我来之前 妈妈说过 过了除暑的话 暑假就快过完了 是啊 小虎子 等天凉了 你就该回城里上学去喽 哼 我才不要回去 瞎说 你不是念叨了一暑假 妈妈妈妈了吗 怎么现在突然又说不想回去了 谁念叨了 我才不寻寒呢 明明说好了 暑假会过来陪我玩几天 可他种种一个暑假都没来 天气真的要转凉了 如果可以一直这么热下去的话 暑假就不会结束了 可是 怎么才能一直热下去呢 绸鼠 天海鼠 好似秋老虎 对了 秋老虎 我只要把秋老虎找到 让他一直待在山下 暑假就不会结束了 原来是小猫 小猫 你受伤了 等着 我这就把你救出来 不怕哦 我给你呼呼 呼呼就不得了 嘿嘿 好多了吧 不过 你的妈妈呢 你怎么一个人跑出来了 小猫 你见过秋老虎吗 你知道 秋老虎住在哪儿吗 糟了 天就要亮了 爷爷奶奶要是发现我晚上突溜出来 那可就糟了 我要赶紧回家去了 再见 小猫咪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等着 我这就去给你找水 找吃的 来 丢丢 这可是刚打上来的井水 冰凉冰凉的 还有红薯 我偷偷去厨房拿的 放心 爷爷奶奶不知道 真好 天气如果一直这么热 看来我就不用回去了 橱鼠 橱鼠 热煞老鼠 哎呀 怎么突然就这么热了 看来今天这下山的肯定是只脾气大的母牢 都说橱鼠高粱遍地红 可这橱鼠若还天不语 纵然劫子难保米啊 这样下去咱们这高粱可怎么办呀 丢丢 危险 丢丢 难道这是你妈妈 丢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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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永远在一起 但是 你妈妈也很思念你 你快跟妈妈回家吧 丢丢已经找到妈妈了 可是我 小虎子 妈妈 小虎子 听说你生妈妈的气了 妈妈 我很想你 除蜀后风雨 求远 急风趋急雨 蚕蜀扫除空 阴时颜良态 都来请客中 纸疮闲有戏 完善孝无功 而读秋生妇 令人溢醉嗡